2024年,又一项黑科技反超西方 它就是霍尔推进器 这一年的11月11号 有一颗中国卫星成功发射升空入轨 并且还创造了一项历史记录 它就是吉林一号高分05B卫星 这是全球首次采用 紫阳级霍尔推进器的载轨应用 这个消息可以说又在 美国科技灯塔国的山口上 撒了一把盐 美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 就开始研究这项技术 没想到,现在中国居然反超了美国 有些人可能不懂这里面的含金量 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霍尔推进器被称为人类未来太空旅行的发动机 像我们常见的卫星、空间站等航天器 进入太空轨道后 也并不是原地不动的 由于受到重力等因素的影响 它们还需要不停地调整轨道高度 怎么调整呢 就是靠燃料了 传统的方式是采用化学燃料做推进器 这种方式主打一个亮大广报 速度猛可以快速变轨 但速度太猛也有个坏处 太空中空气稀薄 而且还有很多行星碎片 一旦速度过快 刹不住就容易撞上去 因此精度比较差 而且化学燃料消耗量过大 性价比非常低 没办法长时间保存 所以科学家们就开始追求 更高效的燃料和变轨设备 于是霍尔推进器就出现了 简单来说 它就是把离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喷射出去 进而获得反推力 不过这个推力非常小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比如我国天空空间站上 就搭载了4台80毫牛的霍尔推进器 这种力度的推进器 在地球上只能推得动一张A4纸 但是因为太空中几乎是真空 因此小小的推力就可以让几十上百吨的空间站 精准地保持轨道运行 再加上离子体积小 可以让燃料的消耗更低 持续时间更久 更加适合长途星际旅行 这也是为什么说 它是未来人类太空旅行的发动机了 以往这种先进的技术 都掌握在美苏等发达国家手里 中国一度处于被封锁的状态 那我们是怎么崛起的呢 这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 当时美国是最先开始研发霍尔推进器 不过后来发现难度偏高 自己技术又不行 因此转向了离子推进器 可没想到 被美国放弃的霍尔推进器 被苏联给攻克了 1971年时 苏联就研发出第一款霍尔推进器 美国大惊失色 也在偷偷研究 但技术上一直落后苏联 直到苏联解体时 美国霍尔推进器技术 一夜之间突飞猛进 原因嘛 懂得都懂 1991年时 NASA就成功造出了 四台高性能霍尔推进器 后来更是造出了 世界上最大的三通道霍尔推进器 X3 中国入居的时间比较晚 1994年时 我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801所 才开始展开了 对霍尔推进器的研究 当时咱们是要技术没技术 要资金没资金 因此就想着引进欧美的技术 结果技术没引进成 反而被美国给制裁了 当时美国考克斯议员 出具了一份报告 说中国偷了美国航天技术 然后就禁止中美之间的 一切航天交流 这份报告将中国引进 欧美霍尔推进器等 航天技术的愿望 直接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运气总是照顾准备好的人 中国科学家利用 与莫斯科航空学院 进行技术交流的机会 从俄罗斯带回了一些 相关资料和教学养机 凭借这些资料 中国的霍尔推进器 实现了技术突破 2007年 在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上 搭载了两颗国产霍尔推进器 死后的嫦娥二号与三号上 也都搭载了国产霍尔推进器 2023年时 中国空间站做到了人类首次 太空载轨更换霍尔电推系统 推进器掀器 2024年1月份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6月801所研制的 50千瓦级双环嵌套式霍尔推进器 成功实现点火和稳定运行 成为全球第三个 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还有就是开头提到的 中国做到了全球首次 慈阳级霍尔推进器的载轨应用 可以说 中国的霍尔推进器技术 不仅开始追上美国 甚至还做到了部分领先 实处不易 如果说未来是航天探索时代 宇宙大航天时代了